拜登政府上任一星期 之前華民世界有關拜登政府對中政策 和特朗普政府會有什麼異同爭論可以暫時停止 大家觀其言、察其行 客觀內心做出判斷就行了 當然新政府上任不到10天 很多關鍵任命仍未獲得參議院批准 但我們也可以從上星期幾個重要任命 在參議院的聽證會發言 看到拜登班子對中國的態度 特朗普政府在離任前一刻 宣布將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的作為 定性為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 拜登的國務卿提名人布林肯 在聽證會上被問到這個定性的看法時 斬釘截鐵地表示這也是我的判斷 他還補充說強迫男、女和小孩進入集中營 嘗試將他們再教育到服從中共的意識形態 這一切都構成種族滅絕 布林肯也強調反制中國獲得兩黨廣泛的共識 他明言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更強硬的取態是正確 只是方法有問題 他主張美國不能獨自反制中國 而要鞏固和盟友的合作共同對抗中國 拜登的國家情報總監提名人凱因斯 就在聽證會上表示 美國機構必須繼續收集情報 以支持兩黨為戰勝中國所做的長期努力 即獲取並共享有關中國意圖和能力的信息 並提供支持 以便迅速採取進一步行動 對抗中國的不公平、不合法、咄咄逼人 和威迫性的做法 反對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財政部長提名人前聯儲局主席耶倫 在聽證會上也被問及中國 他也斬釘切鐵地表示 中國正通過傾銷產品 設置貿易壁壘和非法補貼企業的做法 削弱美國公司競爭力 他說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 他還表示 中國一直在竊取知識產權 並通過一些做法 來獲取不公平的技術優勢 包括強制技術轉讓 還說 這些做法包括中國較低的勞工和環境標準 都是我們準備動用全部手段去解決問題 他甚至表示中國犯了可怕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美國財政部和外交沒有直接關係 但對於限制外國公司投資美國 制裁侵犯人權的外國官員 決定外國是否操縱貨幣 以獲取不公平競爭力並作出反制 都是財政部的職權範圍 耶倫在中國問題上清晰宣示他的強硬取態 反映他明白國會兩黨共同要求制衷的巨大呼聲 而拜登委任前奧巴馬政府官員 Kurt Campbell成為白宮國安會 統籌印太事務的負責人 還委任同是奧巴馬時代官員的Eddie Wagner 做國防部的對中政策顧問 更加可圈可點 這兩位官員當年在奧巴馬時代負責推動 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反制中國 他們在2018年初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 《醒過來看中國,北京怎樣違背美國期望》的文章 指出過去幾十年華府對中的親善政策徹底失敗 因為華府對中國的假設全門錯誤 他們主張美國應該大幅調整對中政策 文章表示美國自尼克遜訪華以來的對中政策 都是假設只要美國和中國不斷改善關係 幫助中國發展 中國就會向政治和經濟自由化的方向發展 但到了今天中國的獨裁統治變本加厲 中國在美國大力幫助下入世 還開始實行保護主義 在政治價值和世界經濟秩序兩個方面挑戰美國 他們因此認同特朗普政府把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者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官員就職後的具體對中作為 但起碼在宣示立場的階段 他們寫起新政府常見的客氣和無寧兩行的外交辭令 而選擇毫不含糊的強硬操持 也是一個我們不能輕視的信號 我是孔高峰,多謝大家收聽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